你怎么来了 你别乱动 后面都是记者 你别乱看 我现在是张静美 张静美 你跟我亲密点 你你你你 又搞什么你越想坑我 你还想不想跟卢伦强女人啊 你想不想上头条了 快点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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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样 还有一个比较好 她对自己的 那怕 Conference 我肯定了 谁对LP 暄支 暂分 我没空 暂停 老张太太 注意表情管理 非常感谢各位能来 龙晨基金的揭幕室 接下来 我隆重地介绍一下我的太太 张静梅女士 张小姐 请问您可以解释一下 你跟孟昊之间的关系吗 张小姐 请问您能解释一下 昨天晚上 为什么单独在孟昊的房间吗 什么 孟先生之前打孟昊 你能解释一下吗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可能搞错了 我从来没有单独的见过孟昊 确定吗 请你解释一下这张照片 对啊 请你解释一下 你跟孟昊到底有什么关系 就带回答我们的问题 不是啊 麻烦解释一下 怎么回事 龙少爷之前打孟昊 是不是和这件事情有关呢 这有什么关系 赶紧让龙依带张静梅离开 不要影响开幕 是 等一下 查查消息来源 快去 昨晚她跟我在一起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接受采访了啊 来让一让 不接受采访了 别走了 别走啊 请回答我们的问题 这边有我们的 要问候到底什么关系 这边有我们的问题 请跟我们说一下吧 别走啊 请回答我们的问题 尊敬的各位女士们 先生们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龙城基金会 第一任会长陈轩怡 请允许我代表龙城基金会 感谢各位贵宾的到来 关注文化传承 关注生命质量 首次我们与天眷老人村合作 妈 你选个油都选五分钟了 你懂什么啊 你知道吗 这个小的十二块 这个大的三十块 可是呢 这个大的还有一个月 就要过期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买回去 肯定用不完的 那我们就不划算了 你不仔细看一下 人家也不行的 阿姨 阿姨 我来帮你拿 谢谢小魂子 不用谢 这个超市的摆设 肯定有问题 你看 买这些生活用品的 全都是我们女性嘛 你看我们都是 怎么拿 是不是有问题 不行 这个问题呢 我要去找经理 反映一下 别别别 妈 人家超市 自有人家自己的安排 您啊 就别多管闲事了啊 这不算是什么 多管闲事 这是友情提示儿子 妈 您已经提示很多了 人家经理看到您 头都疼 没事的 放心了 妈 妈 龙晨接近接目视 再报猛料 龙氏集团继承人 龙一的影婚妻子 叶惠男演员被拍 这个 据悉 龙一的影婚妻子 是她的大学同学 但她 静美 接怎么了 什么什么 隐婚 什么隐婚的 不知道啊 我刚刚也看到新闻了 有什么事情啊 他们俩结婚 什么消息都没有的 这可不就是隐婚嘛 而且没拍到 东西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讲的 可 这新闻已经 喂 哎 老爸电话 喂 章得帅 啊 啊 啊 新闻我看了 我换辆车就过去啊 哎 好嘞 哎 过了 替师傅瞎我啊 哎 行 师傅 哎 老师傅干嘛去 有点急事 啊 可以啊 屠龙情种 这偷条都被你抢光了 你要怎么感谢我呀 是你应该感谢我吧 明明是你利用了我 转移了舆论的注意力 正牌的演员做虚假宣传 抢了替身演员的新闻 哎 可惜啊 这替身演员是龙家少夫人 这新闻也没抢动啊 那 你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呢 那就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呗 太好了 我 天知 我 種 你 那 咱 我 我 你 那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以你的经验 不适应啊 适应不适应就好了 喂 你好 龙太太您好 我是八婆传媒的记者 不知道您对孟浩被打这件事 是怎么看的 不太清楚 她们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因为你是龙太太呀 她们好人肉嘛 你好 喂 龙太太您好 我是七国娱乐的 麻烦你们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 都说了不要再打过来了 静美啊 我是老妈 你快点回家吧 家里出事了 邓曼飞 陈总 信息员查到了 把这些信息都发给我 好 这阵势我姐怕不是被嫂子出门了吧 别胡说 你姐跟你姐夫好着呢 这可怎么办呢 老婆 先拖住他 等静美和小姨他们回来为止 好好好 快 别搬了 别搬了 几位小兄弟 几位小兄弟 什么情况 别搬了 别搬了 这主任还没有回来呢 别搬了 别搬了 您好 请问您认识龙丁和张静美吗 当然认识了 请问您知道龙太太出轨的事吗 出你个头啊 我说你们这帮记者啊 能不能搞清楚世时代报道 我姐根本没出轨好吗 你姐 你不能走 我要报警 二位亲家 二位亲家 你是那个黎叔吗 您好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妹妹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怎么就要搬家呢 对啊对啊 你怎么也得等静美和小姨回来 说说清楚啊 二位亲家 二位亲家 你们可能误会了 张先生 张太太 我们老爷为了保护他们 让我来接他们回龙家住一段 回龙家 是 我们老爷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肯定会被媒体追问 他们太年轻了 怕他们应付不了 还是龙老先生考虑得周到 那您知道龙太太和孟昊的事吗 龙太太和孟昊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龙太太和孟昊是合法复兴吗 已婚多久了 您知道龙太太现在在哪儿吗 你们这个是不是要上电视的 我 我叫张东帅 张静美食我姐 也就是龙太太 我是龙一的小舅子 我今年二十一岁 单身 就这些 刷我们玩呢 你看啊 你们想要全面了解龙太太 那必须从幼儿园开始 对不对 我说的可是实实在在的干货 老婆 咱俩是要搬家吗 老公 您看那是不是张东帅啊 林叔 小少爷 你们别下车 马上回去 老爷在家里等你们 老爷在家里等你们 日常用的东西 我派人帮你们搬回去 我派人帮你们搬回去 你回来了 我说啊 我这个搬不搬呀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不会因为这么小的事情 就要带我跑路吧 想什么呢你 那怎么越走越偏啊 不说了吗 去爷爷家 爷爷搬家了 你以为呢 这儿啊 这是院子啊 这儿啊 这是院子啊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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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